好 沒錯 帶來關心到呢 在今天的立法院呢 當然大家非常關注的主要就是 第一個是民生的議題部分了 因為呢 店駕的部分即將可能就要來調漲了 而其實在這個行政院的部分呢 他們也是連續的三天要來召開 這相關的店駕工作小組的會議 那麼其實呢 在之前的時候 王美花就已經透露說 因為其實台電真的已經撐得蠻久的 所以看起來這個整個店費的調漲呢 是勢在必行的 只是關鍵就在於到底會漲多少呢 那麼現在店駕小組都還在演繹當中 但是當然在現在呢 還是會以政院能夠補貼多少金額為主 本來有傳出可能是一千億或者是一千五百億 只是這些數字對於商總來講呢 他們態度認為說這是非常不夠用的 認為說一定要立刻補助到兩千億左右的金額 才能夠來足夠做貼補 而在今天王美花到了立法院 也有最新的談話 我們先期待你來聽 優先來先來爭取 政府的相關的預算的補助 但是補助的金額 目前還沒有定案 行政院還在試算當中 好 可以聽到王美花也還強調說呢 其實現在整個呢 調漲的費用有多少呢 都還在演繹 不過其實他之前也有透露說 如果上漲大概是5%左右 那麼在120度以下的這個用戶 每個月大概會多9塊錢 那如果是300多度以上的話呢 那麼可能每個月就會多大概是34塊左右 當然現在呢 店駕的議題還是大家持續的關注的 而且呢也可能在下週就會有更明確的定案 我們也會來帶您掌握 另一部分呢在立法院 大家還有很關注的是兩岸的議題了 我們要帶你來看到 是這個在金門有這個露傳翻覆的事件 造成兩死的事件 那麼當然在跟兩岸呢 還是不斷的持續在協商當中 但是已經是9度的談判破局了 到底呢這個接下來會如何來發展呢 而其實外界也評論說認為 這已經升高成一個政治上的事件了 已經不單純只是人道 或者是救援等等的議題了 所以認為說呢 這是不是也會讓這個 兩岸之間的海空界線原本的默契被打破呢 那麼其實在今天呢 海委會主委管碧林他也再度的提到 他就強調說對於海委會來講 他們的態度一直是把人道主義擺在前面的 我們先帶你來聽 人道優先的部分 也是過去這15次的溝通協商的過程當中 比較有高度共識的部分 譬如說有關於補衛金 以及有關於遺體的領回 像這兩個議題 是我們非常期待 我們能夠最快的時間 直接對家屬做人道撫衛 以及人道處理的項目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課題之下 人道優先的項目的範圍 我們事實上海巡署也有在努力 好 剛剛都已經提到是人道的部分 用這樣的角度來進行協調了 所以呢在今天 其實陸委會的主委邱泰三 也有被問到說 接下來是不是有可能 來強調採取民間的模式 比如說像是紅十字會 這種的協調方式呢 要來解決這一件事情的爭議 那麼當然邱泰三他也鬆口說 這確實是一個可以選擇的方向 而其實在管閉的部分呢 他也強調說這件事情 現在卡在問題還是政治上的角力 所以呢雙方都還必須要回去做報告 才會有更新的地論 以上就是今天的 國會風雲雲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就說什麼 就說什麼 會不會有更新的地理 佩格 說什麼 發生